大家好,我是天涯杂志副总编辑陈一山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的故事 最近一年因为日元大贬值 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日本去旅游 大家都有感觉到日本经济在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之后 似乎真的有点起色 再接再厉,安倍在6月24日又再度推出加强版的第三支箭 内容却让人家非常惊讶 除了台湾人习惯的减税跟特区 安倍这次推出的新招很特殊 也就是设定2060年日本还要有一亿的人口 人口政策竟然变成了经济政策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全新思维 其实天涯杂志在5月中就注意到日本的人口政策 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大家习惯谈少子化跟高龄化 都是放在福利政策来看 安倍是日本的第一位首相 认为人口不能够减少的这么快 原先日本人欲触估 未来50年人口要减少三成 但现在只会减少两成 不仅要鼓励年轻人多生小孩 日本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 65岁退休之后到底还能够做什么工作呢 退休年龄如果延后到70岁或者干脆废纸到底可不可行 天涯杂志之所以这么注意到日本 当然跟台湾自己的危机有关 就是两年后 2016年台湾人这三个字的内涵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2016年台湾人的第一个改变是 那一年台湾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将史无前例的减少 台湾劳工将由高峰期有1737万人 在未来10年每年减少13万人 等于每年减少台北市一个区的人口 第二个改变是台湾的老年数将达到311万人 会第一次超越小朋友的人数 第三台湾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将第一次突破40岁 也就是说过半的台湾人已经进入人生的后半场 更重要的是从那一年开始台湾老化的速度 跟劳工减少的速度会比日本更快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面对这么大的危机台湾要怎么办呢 安倍首相如何用人口救经济 更多的内容请见最新的天下杂志 安倍经济新节不老日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